兒童接種復必泰和科興各自有效保護期是多久呢,復必泰的好處是甚麼呢? 我看到有個問題閃過,就說我沒有說到復必泰的好處,其實復必泰在小朋友五至十一歲,有國家已經在用中了,是有效的 即是產生到足夠抗體,也保護到他們入院和重症,所以兩次疫苗都是有效的 至於你說的好處呢,其實兩次疫苗都是可以保護到入院和重症,我那個桌子也展示了 不過我特意要強調一個情況,就是有一個心肌炎的擔心,所以大家要認知有這個情況,就是你們的選擇 另外你說產生的抗體是哪一種好一點呢?這個問題經常有人問 即是說,我經常聽見某種疫苗的抗體很快就沒有了,有一種又會高一點 剛才我特意有一張幻針片,我就說,我們現在這個年代就不是講過抗體的數目了 抗體每種疫苗都不同,但是到最終其實抗體,就算你打兩針三針,去到兩至三個月,抗體都會跌到 跌低,還有跌到很低的水平,但是最重要就是那個T細胞的記憶 那有個問題我見到問,就說,兩支疫苗都有T細胞,那他們的數量有沒有分別呢? 我們不是說數量的,我們說那個記憶呢,他的T細胞記憶了,他就會擦在一個 身體那個,可以說在一個器官裡,就已經隱藏了在這裡 那為什麼因為那個記憶都要打第二針三針呢?就是我們要不斷打這個加強劑,去訓練這個T細胞的記憶 他就會是,接下來之後再遇到那個病毒呢,他會是更加是strong些,對抗那個病毒呢,是會更加是,反應更加是快些 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,你可以看一看,最近這兩三個月呢,其實關醫生和我們團隊其他成員呢,在Frontiers in Immunology 我們刊登了一份文章呢,是看了香港,我們有COVID-19感染的小朋友 在他復原的階段呢,那個免疫系統和T細胞的反應 裡面他很詳細分析了,到底這個新冠病毒怎樣可以刺激到我們本身身體的T細胞 對於我們去刺激疫苗和疫苗的反應呢,非常有幫助 那今天,因為泰國科學性我就不講得太詳細了,但有興趣,你可以看Frontiers in Immunology